蜜蜂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罗纳尔多曾在1996到1997赛季在巴萨效力 也正是肖利巴萨期间,大罗拿到了第一座世界独一先生的奖杯 年仅20岁便成为了世界第一 在肖利巴萨的一个赛季里,罗纳尔多出场49次,打进47球 拿到了西甲最佳射手和欧洲金血甲,表现非常紧色 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样的罗纳尔多为什么只在巴萨效力了一年时间便离开了呢 日前,罗纳尔多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本想继续留在诺坎普 但他在西班牙最长的一段时间是在皇家马道里住过 事实上,他从未想过要离开巴萨了 在加盟过米之前,与巴萨达成了一份新的合同 然而仅仅五天后,协议竟然被巴萨取消了 其实,罗纳尔多本想花更多的时间和巴萨在一起 然而大罗却在皇马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最高光的一段时间 2002年,也就是离开巴萨的五年之后 大罗再次回到了西甲 他从国际米兰转会至皇马 加入了那支群星举散的盈鹅战舰 这位两届世界杯冠军 在皇家马道里的177场比赛中打进了104球 罗纳尔多谈到自己在皇马的时光时说 我和卡洛斯当时都在巴西国家队 他告诉了我为皇马气球代表了什么 还有他在皇马的经历 这件事情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几年后我也想亲眼看看 当来到马德里之后我才知道 这里比卡洛斯描述的还要壮块 这里是皇马 人们对盐鹅战舰有很多期待 这里也有世界上最好的球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